文艺文就能返老还童 八点档中的明星花露水 充满神奇魔力 尽管是戏剧效果 这款百年历史老味道 串起不少台湾人回忆 却在去年金船停产 可惜当然是会啊 对啊 因为它好像效果很多啊 一般的话都厕所吧 家里厕所吧 应该是算以前的时代 没有的香水之一吧 穿着红色怀旧洋装 搭配一抹高雅微笑 铁板广告中的芭蕾公主 是许多台湾人的回忆 明星花露水是由名医周邦骏 在上海创立 1949年周邦骏女儿 把配方带到台湾 成立明星化工 百年老味道却在2018年 因为机器老旧 还有香料供货不足 停产断货 如今原本就是花露水 酒精供应商的新加坡厂接手 特地挑在耶诞节复工 最快明年初重现江湖 新的买主 他接受了不裁测 任何员工的条件之下 他重新复工 因为上一次的停工事件 又再度的吸引了市场的关注 也就是消费者的关注 那我认为说 他这次复出之后 应该会重振 他未来的当年的声势 不只是香水可除臭 因为含有酒精成分 还能止养消毒 一度因为SARS疫情爆发 让花露水热销 就算电文箱老厂牌 后来推出外形味道 雷同的新款花露水 依旧取代不了经典老味道 三连机关江云红李温台报道